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错啦 很久没拍了 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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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看人家几点了 晚上了咧 是不是没骗 是不是妈又在改 当务我休闲时间 很好吃咧 什么车啊 Portis Mitsubishi Outlander EVO Codebox Candenser啦 E5的Lancer 好啦 顾一下啊 我真的打扰我在培养灵感 什么灵感 笑话 什么东西十年前很性感 现在不性感 什么东西十年前很性感 什么东西 我那个十八岁的子女 跟你讲 小吃哪来的笑话 吸收心知 你知道吗 什么东西原本是设计给小朋友的 但是其实大人更喜欢 什么东西 佑志愿老师 还有 要不要 看现在讲完以后都没得讲了 不要 以后慢慢讲 我存起来慢慢讲 走啊 在哪里啊 同下啊 一样啊 很久没拍啊 对 我好像很久没有在 跟你们拍孤车了 对啊 因为你知道 片子做久会懒 因为都拍一样的东西 网友看也看腻 我们自己拍也会拍腻啊 对啊 对不对 2015年的 欸 这家庭版的呢 家庭版 你知不知道 不是骑士版 什么 龙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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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 屠龙 拿着一个屠龙宝刀 屠龙那个 龙骑士最常发生在哪里 你知道吗 谁 没骑士 是说比上次那个 代步车还要有诚意一点 对不对 你们拿了跟泰山都一样 没骑士才来找我 有骑士的时候 三天五天都不会跟我讲一句话 然后没骑士才会来 都有罚 这种鸟头的啊 是所有Lancer里面最难卖的一种 看一下这头 就是没有那个 看嘴大嘴巴 鲨鱼头也没有 碾鱼头也没有 什么小军头都没有 这个是把所有Lancer里面价钱最差的 所以这个我再猜了啦 15年的一定是二字头买的 我在这边就讲了好不好 各位观众朋友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 好 咕完了 我要去吃松后饼了 真的啦 等下动态拍一拍啊 动态拍漂亮一点 给他们听音乐就好了 不过他这有IKEA 为什么 我跟你讲这一批除了丑以外啊 他的配备啊分得很复杂 所以有时候我连我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等下查一下配备 椅子上也没有秀硬哦 我先发动看里程了 不要浪费时间 不用发动就有里程 3万 15捏 可以哦 好 给他一个机会好不好 15年 6年车跑3万 这要给他机会 然后有萤幕 显影 诶 A柱有安全气囊 A柱有安全气囊 来来来我帮你拍 等级很高耶 我跟你讲 这个如果A柱有气囊的话 C柱那边一定有没有 有这么多气囊 好 我跟你讲 你那边运气不错 今天这台又是高CP值的浦语 C柱也有 气囊只有这个而已 你看有没有 除了这些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我跟你讲 这个如果撞到 你会出人民吗 不是撞死 被气囊打死 而且我跟你讲 如果这样的话 看这边也会有 有没有 有没有 专不专业 什么是专业 小师叔叔有没有专业 这最高级的啦 这不用翻等级的 这就是最高等级的 诶 可是这个看这个上下车 你看 这是怎样啊 你看 这样 那怎么只有 诶 这行是怎样啊 他上下车是 客人在哪里 这客是 老师不能讲害他的人 诶 他上下车是都这样 这样啊 你看这里都是耶 这行是怎样 我刚就有发现 这台车的这种细纹超多 你看 你看这 诶 真的耶 这行是怎样 做尖家的 直接在会 有什么 而且你看啊 他这很帅哦 方向镜子这边 有没有 这 以前那个雅士霞峰 金城武 你知道吗 我们好朋友 我们处于同一个 level的金城武 你知道吗 哦哦哦哦 他以前的那个 Galent 最先开始有这种 雅士霞峰 就是在后照镜的那个镜片上面有 方向灯超帅 这是原厂的吗 有的 东人啊 妈的 如果不是原厂 哪个白痴 不是啊 不知道谁会做这个东西 妈你以为这盲点 没有 那方向灯 好不好 诶 这台车真的很奇怪 你看 这也是哦 这面也是 你看这 你看这挖空 这碗里面 这个在A灶杯 碗里面 诶 它是这样哦 诶 全家人都这样是不是就有点奇怪了 诶 全家很多是 你说驾驶座有这种习惯就算了 对不对 后面怎么也是 诶 然后你看 诶 这台车真的很怪 有没有 哦 你看这也是 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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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 관련浸出来 你看 滸整套耶 诶 你看 这也是 为什么 全家都 喜欢刮来刮去 这也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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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上万而已 然后刮成这样 这里也是 后面也是啊 全部都是啊 你看这边也是啊 它连这边都是耶 有沒有 诶 为什么 没有人猜 猜得到什么原因吗 那 坐轮椅的吧 看这坐轮椅跟门拔什么关系 因为它用爬的上车 然後再把輪椅搬上車 喔唷 這是推理正確吧 有想像力喔 我覺得是養寵物耶 寵物才會爪子去爬這些東西啊 要不然怎麼會這樣 好等一下問車主好了 要不要 對啊問車主最快 你看這有點誇張 好看一下外表 對我順便看有沒有裝就好了 我們來吃 好OK 好OK 外表就是這邊嘛 還有那些刮傷 那個刮傷可能也要扣錢 對 這裡都要扣錢 欸 欸 等一下 欸 欸 我跟妳講 妳知道嗎 我們家車最棒妳知道嗎 幹呀 那他媽邊那媽的車子 我跟妳講 幹呀 我們那個什麼沙巴酒衣 我那媽都第一名的啊 我告訴妳啊 我跟妳講啊 妳不要搞不清楚狀況 我們家那個都第一名啊 我們坐在車子那媽的拍 攝影師拍這邊 妳會不會拍 幹那我媽身材這麼好 媽不知道拍妳要拍 我他媽我去夜店 都是VIP的呀 我告訴妳 不用帶錢的 我到門口 他媽人家看到我 欸 小姐要不要去VIP 我這媽直接夜店就去VIP的 我都不用預約的 妳知道嗎 包廂妳知道嗎 妳有去過包廂嗎 沒有去過包廂嗎 幹呀妳這媽一副窮酸樣 妳有去過包廂 幹呀妳到底有沒有去過夜店 妳夜店兩個字會不會寫啊 好不好 就這個 就這個 好累啊 那都可以見吧 你可以把它搭馬賽克放會員頻道 好如果這個 好我看有沒有撞齁 抬頭顯示器 然後這個是那個自動大燈起地的感應器 就外加的 對它有一顆感應光線 它就會自動幫你開大燈 以前三菱最厲害就是沒有配備自己家 來台灣自己家 它連沒有iKey都自己家 可以加iKey 我跟你講喔 妳看這個車子啊 它其實積了一層這個薄薄的灰塵有沒有 嗯 然後是很均勻的 一看就知道都是同一個時間上去的 沒有洗過 也沒有清潔過 妳有沒有看到 代表什麼妳知道嗎 這台車應該停滯了一段時間沒有開了 因為有在開的話其實 灰塵是會被吹掉的 而且還會有雨水潑上來啊 濕氣啊什麼 灰塵其實會有一些變化 變成髒污 可是它這個灰塵是一個薄薄的灰塵 有沒有 其實它是一層薄薄的灰塵 為什麼它里塵那麼低 我覺得它後期應該 放著沒什麼在砍 我覺得 我猜測啦 那些傷應該都是前期造成 我跟你講這種舊式的最容易看 第一個它沒有墊子 第二個它原廠的膠 跟這個 一看有沒有妝就知道 有沒有 它這都是原廠的顏色 OK 就沒有妝 你看 去位九九城法 欸 拿去寫完 明天交給我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你不是喜歡小朋友 我沒有喜歡小朋友啊 蘿莉那種 你不是喜歡嗎 我沒有啊 就是你現在18歲的子女嘛 我沒有子女 沒有子女是不是 問你問你問你 要不要再逼我唱啊 不要再逼你唱啊 我就想說你喜歡這一位的啊 你先把這本做好啊 不然你以後怎麼找蘿莉 我沒有要找蘿莉 欸這留著啦 欸有小朋友的味道 不然你聞一下 不要聞啊 下一看你去拍你辦公桌前面的照片 人家也三十幾歲了 我是說看起來嘛 你像泰山雖然看起來很粗獷 他褲子脫下你也以為他是小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啊你真的不要嗎 我不要啊 我為了你這一本我可以買這台車喔 我不用 真的不要小朋友的喔 謝謝謝謝 好看完了沒撞 啊內裝就是 門框嘛 刮傷 欸有電動椅你看 這麼便宜的一台車有電動椅 這二幾萬他不知道會不會賣我 哈哈哈哈 我去看副駕 副駕駕駕有沒有 這麼快啊 換金位換金位 好好好 三十萬嘛 嗯 只跑三萬公里 外表我剛剛看 整台都要花以外 內裝四個門檻 內飾板都要噴對不對 然後跟客人講 我們回來我們還要改保險桿 你改保險桿告我屁事啊 哈哈哈哈 他要賣三十萬啦 我說你要轉到扣點錢吧 不然我怎麼改車 輪胎一五年到現在都沒換過 新車到現在 一年有四十八週嗎 不是好不好 一年到底有幾週 三百六十五除以十二 不是 週喔 週是七啊 七啊 所以七啊 七四二十八 七五三十五 余十五 五十二週 好不好 跟美國一樣 美國是五十二週嗎 好啦 反正上次我們講錯週啊 我上次不知道拍哪些影片 講錯一年四十八週 說一年四十八週 因為我們用十二去 乘以四啊 不是要用三百六十五除以七 所以他這輪胎從新的到現在 沒有換過 然後剛剛問客人他是講 的確他這個車 後期擺了很久都沒有開 那後面真的是小朋友啦 在那邊爬啊 對啊 啊 小蘿莉耶 小 真的蘿莉有沒有興趣 沒有 你可以只婦為婚 等他長大啊 他等很久耶 我都不知道還在不在 你都不知道還在不在 你應該說你不知道你撐不撐得到那時候吧 會不會他長大看到你的時候 右手已經那麼粗了 呵呵 跟那個昭曹蟹一樣啊 呵呵 欸 哇你終於長大了 呵呵呵呵 阿以後手怎麼那麼粗 因為我單身 等你長大 單身十二年 對不對 好啦 讓他那個啦 我說我出來再想一下 可是現在你看喔 我是打算齁 外觀下半身大概兩萬塊錢 內裝再噴 花個五六千塊 就兩萬 兩萬五兩萬六 錢包館不要算他的啦 齁 四個輪胎 所以我希望是買在二十七萬以內不要超過 我剛是跟他說二十六啦 可是他說他賣三十啦 那我們 CD一下嘛 他CD一下 我CD一下 出來撐個便藏 拿個時間 我說阿呆說沒便了 我出去聊一下 阿你們慢慢想 那我們就出來抽根菸 吃個蔥油餅 等一下再回去跟他 繼續站 欸他已經有小鴨尾了 所以小鴨尾不用吃耶 對啊 欸而且你看他這個其實有一點像現在的那個排氣管的那個 可惜他不是做一個圈圈有沒有 做第一點圈很像現在AMG排氣管那種 你看人家下面有這個一塊一塊一塊的 太鋪啊啊的那個嚇老流的那種感覺 好我進去繼續跟他撕殺 你繼續拍繼續拍 我要出去嗎 你要坐著嗎 好欸搞定了好不好 最後成交價格是 二十七萬 真的二十七啊 二十七萬啊 我剛出二六啊 他賣三十啊 一翻 二十七 一加一下就買到了 我跟你講現在很多觀眾朋友都很不錯啦 我發現我們的粉絲真的很棒 除了導揚歌以外的粉絲都很棒 他今天來就是說要賣給小師了 欸你知道這客人多屌嗎 欸來來來要不要聽內幕 我用一個舒服的方式講內幕好不好 要不要一次散招咧 欸這個客人我跟你講 他剛剛給我看看他的手機訊息 他把他訂新車了你知道嗎 你知道新車業務就是很熱心 欸那個我先生我幫你舊車喔 我幫你找我配合的車商的顧客 我跟你講都顧很高 你不要自己去外面隨便亂顧喔 他跟你抱很高喔 回去都會給你亂搞有沒有 你知道嗎 哪一間我們就不要講了啦 好不好 因為我這個人是這樣 我們不會沒事去弄人家 人家弄我們的時候我們就這樣 他說那邊喔 業務就是來跟他講說 喔我去問了啦 那個我跟你講某某大哥 我的車商喔 都出二十到二十三萬啦 那我好不容易幫你找到一間 二十五萬啦 他說二十五萬看車礦OK的話 他二十五萬跟你買這樣 他就傳我跟他的訊息給那個業務看說 啊小獅跟我報三十 那你家業務怎麼說啊 喔小獅啊那個網紅喔 你有認識網紅那些都嫁的啦 我跟你說他們那拍的片子 都是那些的啦 沒有啦 你去他也是跟你一直扣 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 可是啊怎麼扣 應該也不會二十五吧 對我客人就這樣回答嘛 你說啊不一定啦 你那個我跟你說 你的處理喔 到時候沒過戶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講了一堆 可是我們的粉絲真的很棒 他還是堅持說 好你先不用講 我先去給小獅看 不然再說 結果他今天來就賣我 二十六我沒有扣沒錯 可是真的是他的車有瑕疵嘛 沒有錯吧 我也不是亂扣啊 你來沒有那些刮傷輪胎也很漂亮 什麼都很漂亮 然後我要硬要給你扣 對不對像上次那個 今天我生日 硬扣也不是辦法啊對不對 大家把車賣給我們二十七就算了嘛 對不對 沒什麼嘛對不對 你知道我講一個 終於做會感動的事情 保管他要送你 不是 你乾脆說他身心都給我好了 你在講什麼 我跟你講 他說小獅我等一下 要去退訂 要去跟新車業務退訂 還沒送啊 我說幹嘛 沒有坦白說啦 我看了我是覺得沒什麼 他有給我看他們對話紀錄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 很合其合理嘛 因為今天就算他到外面 我跟你講啦 現在外面很多車廠聽到 小獅也是像蛛蝦啦 你知道喔 蛛蝦你聽到有沒有 蛛大檔的你聽到有沒有 大檔是什麼 來你講 大…大…大根一點 哇 你聽得懂台語的 我覺得合情而已說 我沒什麼感覺啦 客人說小獅因為他說你壞話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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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是沒什麼感覺喔 他比我還生氣 我等一下去退訂 你敢不敢動 敢動啊 這就跟老虎咬住一隻狗一樣 你敢不敢動 我不敢動 我是有勸他啦 我說沒有啦 其實合情合理啦 你走到哪一間 可能也許大家都是這樣 我們還遇 我敢 這一集再講下去會不會片場太長 我靈感來了 我今天才遇到 剛剛才遇到啊 有一個客人開車來賣 而且這不是第一次遇到 已經好幾次了 我估完以後啊 客人把車賣給我對不對 另外一個朋友陪他來的啊 名片拿出來 當初賣他車的業務 因為我跟你講 我們有時候爆真的爆滿高 只要車票量里程低啊 我們都爆得滿高的 爆到業務受不了 好啦 我跟你去 我去看看這到底是何方神聖 然後業務就跟他 很像神秘客他都不講 他就在旁邊看 我像奇怪這個朋友 朋友來 不講話也合理嘛 我跟車主講 車主跟我簽完合約買完之後 他才表明說他是業務 我說啊 不好意思餒 當好你才入了 我說因為這個車 我們真的 我們賣得不錯 所以我們都願意高一點 跟客人收這樣 上次還有一個N排業務 他就直接就穿著公司制服 就跟客人來了 然後我說欸 不好意思 當你才入 啊不會 我只是想來看看說 這個是不是名不虛傳這樣 因為有時候 那個價錢高到 他們會懷疑說 我在騙人 真的啦 這都現實發生 沒有被車撞死 舊抓 常常遇到啦 老陽哥 不要再按了 好不好 我可能會不小心擋到你們財路 好不好 我在這邊一律 通通先致歉一下 好不好 我們這個是 這個社會的變遷就是這樣 買賣的方式 廣告行銷宣傳方式 一直在改變 我們要跟著改變 今天如果遇到像小獅這種出來 那我們就要想想別的辦法 賺錢 好不好 好 故事講完了 片長夠了吧 做結尾了齁 今天這個2015年的 40s 旗艦版最頂級 當初新車 剛說76萬9 算是很頂級的一個40s 車頭長得稠一點 27萬 我應該會去改一下喔 大家再期待一下 又改回來再跟大家會員頻道分享 你敢怎樣 嘿嘿嘿 我現在他媽 我就是在一直講會員頻道 然後我們最後成交價格是 27萬 好啦 那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 下次見 好 最近我跟你講 最近的新聞是什麼 你覺得最近最夯的新聞是什麼 因為前一陣子因為那個什麼 拖椅子 龍龍三小的那個 全部都拖垮了YT 因為他推播都推那個熱門的嘛 我知道我今天去開會 去吃飯啦 YT有派人耶 所以這個我得到一個最新的結論 比如說 現在Toys的新聞很紅 已經過了啦 我說假設現在好了啦 我們在影片中有講到這個關鍵字啊 然後我們下面再打 有打這個關鍵字啊 就會被推上去 語音也有喔 你知道嗎 他才會判別啊 幹語音也有啊 屌了吧 所以下次要結合時事 放在影片 講在影片裡 那最近最流行是什麼 連千億啊 連千億有嗎 魷魚遊戲 魷魚遊戲 連千億 我都講囉 你會不敢放都B掉 也沒有用啊 應該可以放吧 所以就是想一個 有沒有 有連結的 當下的新聞 不然以後我們的片頭 都來講現在最流行的 關鍵字跟新聞 講一輪 然後再開始 再開始影片 以後開頭要講很多耶 導戰的導揚 然後又要講新聞 這樣會不會很辛苦 然後又要媽說 阿呆單身的笑話 然後媽 觀眾好不容易看完你們這些媽的贊助廠商完以後 又要再聽你們 哪一波沒有用的東西 導戰導揚什麼時候講完 才開始正片 這樣會不會太久 會不會就被關掉了 祭石家議官 静か論 静か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